我们先来讨论一个话题 如果你今天想要买一台很新很贵的数位相机 或者单眼相机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这时候大家可以想到的是 你可能会上网去比价 去看开箱的影片 去实体店摸摸相机等等 但是反过来 你在决定备考国考的时候 很多的决定又却显得很简单很仓促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我分析了一下 因为我们相机啊 购买的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而且买相机呢 它有很明确的标准 也就是它再怎样做一个决定 它都是比较属于在可控的一个损失范围 哪怕一台相机十几万 你也可以很明确知道 你所受到的限制 就是这十几万的经济的损失 十几万的这个投资跟损失的一个报酬率 但是呢 对于未来的职业的选择 它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而且它可能影响的是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人们在对于未来的决策 这个的复杂性 它增加我们的心理的压力 就跟买相机不能一概而论 又加上社会的价值的认同感 它也影响了我们的对于职业的选择的想法 例如说社会大众或者是家人等等 我曾经就做了一期节目讲到说 一个五年没有考上的同学 他也对于社会的期待感到充满了压力 所以我们绕回来讲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急急忙忙的决定 国考这件事情该怎么样来应对呢 就是因为这个决策对我们来讲是高风险的决策 然后我们会想要用一个最简单的 例如说我花钱就完事了 花钱找老师就好 但倾向一个比较很简单 但却是保守的一个路线 绕回这个题目 我们到底能不能裸持备考 以下我有五个建议 第一个很直觉的 你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需要用信用卡去借现金才可以补习 如果到这种情况下 你真的要仔细去评估 你是不是现在就要投入考试 再来就是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 它的未来的发展性到底如何 你如果裸持之后 你的成本又是哪些 会不会好不容易 这个工作累积了那么长的年职 放弃很可惜 还有你也必须要去思考 考试的难度啊 有时候是超过同学的想象 你需要自我评估 你到底要花多长的时间来面对考试 不是只是口头含说 我一年就要考上 那有的时候是一种决心背水一战 但是你仍然需要把自身的实力 跟实际的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衡量 例如说有很多同学来找我咨询 我就会先第一个问他 你英文程度究竟如何 如果你英文程度真的不行 你也不要勉强 请你尽量去找 不需要英文专业的考课去考试 当然类足很少 但还是有 而不是你倾向 我就是要去考那个英文特别难的 就是英文的占比分数特别高 然后而且英文难度也可能特别高的 也比较特别难的 那你根本不可能你是望尘莫及的一个情况下 你去考这个考试去准备 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个行为 再来就是你有没有相关自我管理跟压力的应对的时间的经验呢 例如说你有参加过大型的考试 然后你考得还不错 你有抗压能力 还是你从来没有为自己真正做过一个决定 这是你第一次下定决心要考国家考试 希望可以改变未来的10年20年以后的工作人生 不要这样子飘飘荡荡的 但是你要注意 你从来很少有机会面对一个压力 并且最后乘风破浪 突破它完成一件事情 那么你就要把这个时间成本考虑在你的规划范围内 因为有可能你会被这个压力和自我管理的情况所限制 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面对它来突破它 最后一个 虽然我们都说我们不要有后路 我们应该要考上为止 但有时候也基于现实的考量下 你还是要有一些备选的方案 还有你要怎么样管控你的风险 你的风险就是可能没有钱吃饭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后援可以帮助你 有没有家人 有没有对象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的支柱 可以支撑你度过这个考试的艰难的旅程 那么以上就是到底能不能裸词 来准备考试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跟启发 如果你觉得不错就帮我按赞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集见